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球最终威姆斯打成2加1 帮助分差又扩大到5分 但是当时辽宁全队都在比出威姆斯早就已经走过了的手势 他觉得这个回合有很大争议 这是郭少本人的言论 他并不是说输不起 但是这个回合绝对是关键 绝对有争议 反而现在看起来除了郭爱伦 杨毅老师也同样给出了类似的态度 杨毅认为争议的回合是来自于赵继伟的那个回合 当时辽宁进行后场警逼 赵继伟在已经完成断球 把球从赵锐手里干扰下来 准备带领辽宁进攻的时候 裁判直接吹了一个防守犯规 导致他六犯离场 杨毅就觉得这个回合争议巨大 当时在个人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当中 杨毅直接写下了这样的话 最后一分钟赵继伟全场警逼 已经完成断球的那一球被吹犯规 导致他六犯离场 那一声少 值得商榷 全场比赛 值得商榷的少也并不少 当然杨毅老师同样也强调了 这场比赛 辽宁不能认为自己是输在了裁判上 因为本场的裁判并不是严军老师 可是一方面你不能够把哨子当借口 另外一方面有争议的哨子 该说还是得说出来 那么按照郭艾伦和杨毅的态度 最后两分钟出现了两次有巨大争议的判法 而且全部都是对广东有利 对辽宁不利的 两个判法可能直接决定了比赛结果 如果当时赵纪伟 完成抢断五犯的话 不需要离场 那么显然优势 明显就在辽宁这边了 如果当时 辉姆斯那个二加一被吹成了 走步分差两分 辽宁也还有机会 现在连杨毅都说 赵纪伟六犯有争议 值得商榷 看起来裁判注定 会引发更大的讨论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 老板